这绝对是地表最残忍的杀戮,30吨重的鲸鱼尸骨被丢进北大西洋,而这一切背后的真凶,就是号称捕金杀手的冰岛,捕金已成为冰岛的一项旅游项目,巨轮上的游客们上一秒还欣赏着可爱的鲸鱼,而下一秒,一颗顶端带有手榴弹的鱼叉精准射出,这头10吨重的长须鲸瞬间毙命,而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冰岛的瓦洛公司,它是冰岛唯一一家商业捕金公司,眼前的场景就是� 面对爱鲸人士的曝光,他们发出烟雾弹干扰爱心人士,在资本面前,所谓的爱鲸人士力量是何等的渺小,他们并不会阻挡瓦洛公司的发财之路,一头15吨重的长须鲸就被拉至屠宰场准备屠杀,而站在岸上的游客会通过门外全程观看,这也是他们的隐藏项目之一 拉至屠宰场的长须鲸,工人会用大型镰刀将鲸鱼长达10米的皮,缓缓扒下,然后再用蒸汽动力脚车将鲸鱼的皮全部撕下,这个过程往往都要耗费工人两个小时,紧接着就是剔除剔骨肉和鲸鱼全身的宝贝,而第一手的新鲜鲸肉则会被游客第一时间买走,能来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主,然后这群游客会被偷偷地运往岸上解散,而令人奇怪的是,只有2%的冰岛人经常吃鲸肉,而94%的人从未尝过鲸鱼的 自卫,而2018年到2020年,冰岛每年运往日本的鲸肉超过了110万公斤,而日本每年仍还在补贴本国补鲸业,近4000万美元,而对于库存多余的鲸鱼肉,日本人则会用它来制作宠物饰品,快去看看你家宠物吃的罐头,是不是用鲸鱼肉制作的,然而最残忍的不是冰岛人如何的爱吃鲸肉,而是他们几乎变态的捕猎手段,冰岛补鲸公司制造的补鲸鱼差最大可达到100斤重,能以每行500多公里的食速,刺入鲸� 鲸鱼的腹部,几毫秒内便可触发机关,迅速释放出烈性火药,爆炸后补鲸叉,便会像雨伞一样打开,刺制鱼钩会瞬间包裹住鲸鱼,这种炸药可以破坏鲸鱼体内的软组织,杀伤力远大于黑火药,如果鲸鱼死得太慢,补鲸人则会用猎枪活活将其打死,近几十年来,瓦洛公司一直在加强补猎的措施,确保被瞄准的鲸鱼迅速死亡,减少鲸鱼死前的 瓦洛公司在捕鲸过程中,超90%的鲸鱼当场死亡,这对它们来讲是一件善事,因为它们减少了鲸鱼的痛苦,而更让人愤怒的是,冰岛的捕鲸人喜欢捕猎母鲸,因为母鲸通常游得极为缓慢,容易被手榴弹于插击中,而你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一只体长十米的长须鲸,工人们正在直接鲸鱼的尸骨,在冰岛肢解鲸鱼有着标准的商业流程,鲸鱼的每个部位都是宝贝,该如何利用冰岛人有着自己 的商业操作流程,这样的场景无疑是残忍的,然而瓦洛公司的负责任却说道,如果鲸鱼们足够的聪明,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冰岛以外的水域生活呢? 待在冰岛水域,作为冰岛人就有捕杀的权利,一些冰岛人把捕鲸视为重要的文化传统,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国情绪,甚至带着民族主义的情绪,而对于鲸鱼数量的锐减,瓦洛公司负责任表示,如果鲸的数量不足以维持海洋的运转,那我们便不会再捕鲸,如果不是这样,捕鲸和其他渔业一样,只是一门生意而已,对此你怎么看?